大家来做一个PXE server的不同的方式 我们用这个叫做DNSMaskQ 来做一个DHCP和TFTP的server 那这个软件呢 其实上次课我们有讲到 它是很强大的 它既可以做一个DNS的server 也可以做一个DHCP和TFTP的server 然后呢 我们会用它来做到PXE的一个中和应用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下面这些内容 从第50行开始 这里开始 那我们要去生成一个什么DNSMaskQ for DHCP和TFTP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关闭它的什么DNS的角色 然后呢 开启它的什么DHCP的角色 那它监听着本地的这个IP和网卡 对吧 这是网卡的名字 然后呢 开启TFTP的这个服务 然后呢 DHCP的服务和DHCP的什么IP地址段 以及它的网关 以及它的广播地址 还有它的什么要去 分发一个IPXE的小系统 这个小系统只有68kb 然后呢 这是它的一个标志 这个IPXE的一个启用服务的一个标志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Tag 这个Tag呢 就是说 我要去分发它的 这个系统的名字叫 IPXE.KPXE 这很小哈 然后呢 它本地的TFTP server 就是它自己 然后 这一个系统呢 它也会有一个引导菜单 它会读取一个引导菜单 这个菜单的名字叫 Linux.ipXE 好 然后呢 我们最后会建第二个服务 就是我们的Apache HTTPD这个Demon 这个首副进程 它会呢 跟我们的 它的加目录 跟我们的TFTP的加目录 是同名的 就是这里 我们通过SED去改这个东西 好 我们来做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一台PXE server的 虚极上面去安装 这个DNSMasko 不好意思 那这程序呢 它其实只有一个包 它也是很快捷 方便的 然后呢 我们来生成它的配置文件 那它也是以UOF N的File来结尾的 一个配置文件 那我们通过Catch 直接把它生成 咱们检查一下 DNSMasko 点Conf 是吧 OK 没问题啊 看一下 好 那如果是在生产环境呢 你要根据具体的 这个IP地址的配置 它的不同的DHCP的地址段 以及它本 本机的这个IP和网卡 这个需要改一下 那就是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会生成一个TFTP的加目录 就是在这里 待会我们会去创建一下 DIR 文后是TFTP boot OK 那生成之后呢 我们就去启动我们的这个 开机启动我们的这个DNSMasko 开机启动和启动 好 检查一下 NAPD PU 看一下 你看 我们的UDP的端口啊 其实都是用DNSMasko来提供的 我们知道67是什么 DHCP的端口 69是TFTP的 那有了 那我们就证明我们这个服务是正常的 OK 那现在呢 我们要去 把我们要进到这个加目录哈 TFTP 然后去把我们的东西下下来 20.8 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IPXE的小系统文件 给这些IPXE 然后 去把我们的这个小的镜像也下下来哈 这个174我们要安装镜像 下下来 OK 那我们可以开一个screen哈 因为我们要去减压一下这个镜像哈 开个绘画 然后呢 我们在绘画里边呢 去先创建一个 nriso 是吧 那我们把这个 安装镜像呢 给它挂载一下 然后 再创建一个安装的folder 是吧 这folder名字叫什么 叫174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烤出来哈 cp-r 然后新到哪里呢 174 对吧 那烤一下 好 这个让它自己烤哈 很快 很快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用mount一下 这个ISO 然后呢 学习室里边看一下哈 哎 有了哈 那我们进进这个ISO 把这个kernel烤出来哈 copy一下kernel和这个 再两个 好 我们这里有coner了哈 在我们这个安装目录下面哈 这个有了 然后 这个有了 OK 看看啊 然后我们出来 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删掉了 ISO cp-4的金箱 已经减压了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了 那就这个 好 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配置文件哈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了 好 实际上我们这个c74的folder呢 到此为止 c74的folder就是我们的安装镜像 对吧 那这几个就是我们的启动文件 对吧 tftp里面的启动文件 和我们的kkstart 安装的一个自动化印的配置文件 以及我们的ipxe的什么 呃 菜单 对吧 那实际上呢 这个ipxe.kpxe和linux.ipxe呢 它们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用的 ks.cfg呢 和我们的c74的安装镜像是结合在一起用的哈 然后呢 我们现在 已经配置完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哈 就是装一个这个 把tftp安装配置一下 哦 http 我们的web saver 好 我们就改过来了哈 然后 启动一下 ss nl 那我们有80端口了啊 我们有80端口了 那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用了 dnsmasq的什么 dhcp的功能和tftp的功能 加上我们的httpd 这个进程的什么 web服务的功能 那三个进程 三个服务 ok 到此为止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配置应该就差不多了 我们改一下ks哈 cfg cfg里边呢 这里要改一下哈 ip改一下 那我们当前的ip是多少 20.143 对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sda sda改一下哈 我们直接这样改 sda-i sda 改成vd 我们是虚拟机嘛 vda 对吧 改一下 这一个ks的 ok了 然后我们ks看一下 ok 前面的那我们给它画多少 10个G 2G 这是没问题的哈 ok 那就 差不多了哈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引导菜单 这里看一下 随机是 ok k也是哈 这里也改一下哈 改成0 1.143 我们我们这只是装c74啊就改这一个菜单项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kurner反过来找的这个进行的安装包呢就是在20.143这个下面的 它也是它的dhcp server 是吧 呃 我们看一下哈 好 到处于指呢 应该就ok了 看看配置哈 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就找一台 呃 虚拟机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安装过程哈 那这次我们是完全依赖于dns maxq 和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http server 这两个进程 来来做的 我们有一个空的虚拟啊 这台空的虚拟只是做测试用的 就它 然后我们把它开起来 哎 他就会去找啊 找这台dhcp server 然后通过它的dftp来获取它的这个ipxe的引导文件 然后呢 哎你看 我们看到了哈 他已经获取到了哈 然后呢 我们进去一下 你看 他就可以加在这个kurner 这个时候呢 他去去哪里 是ipxe通过什么 通过我们的这个http server 去找这个什么 找这个 呃 启动镜像 就是我们的伸透式7.4的启动镜像的内核和我们的什么 呃 我们的boot image 就启动镜像和内核两个东西 好 到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安装过程哈 那后面我们 如果它能够正常走过去哈 我们就不去演示它的一个具体的过程哈 我们只看到它的安装脚本就可以了 这种就是非常的呃 效率非常高的哈 一种方式 做px1 server 稍等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过哈 这里能过那后面的就 嗯 就是正常的 我们也没必要去等它安装完 ok 看上去非常正常哈 你看在分区了是吧 然后进入什么呃 包的安装 阶段 我们看看它要 哎 开始了哈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个演示就呃 非常的成功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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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